中建会后晚上蔡苏两人又疫情以后出席了台北市党部的募款餐会 针对近来打出唯一支持而被苏正英批评是诈术 蔡英文强调党内有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坐下来谈 而谢长廷更是辛辣的回呛苏正英 说有支持的人却不说就好像白痴 至于被夹攻的苏正昌是最晚到场 不过他很巧妙引用爆红人妻偶像剧的台词 强调初选结束握完手大家还是朋友 政见会后蔡英文又再次站上舞台 这次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募款餐会 党部主委喊出支持而首先提出唯一支持 被说按住蔡英文引发党内战火的谢长廷炮火更猛 一番话像是冲着苏正昌 主办的市党部主委又是谢系子弟兵 让应邀而来的苏正昌像是深陷敌音 不过等到致辞 苏正昌深来一笔 这句话前一晚全台湾至少有400万人记在脑海里 看准偶像剧人气聚焦 就连10秒要加30万的黄金广告时间 苏正昌也砸钱抢曝光 初选拼出现 蔬菜各有战法 就等民调分个高下